新北市警察局日前在警政工作汇报上 由市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16名基优加防官 肯定他们在额虐家暴案 儿童协讯当中积极办案 在妇幼安全上辛苦的付出与守护 新北市警察局表示 在所有园警努力之下 新北市在查询刑方不明儿童工作上 从109年的11人到110年已经没有案件 日前更有妇幼警察对园警远赴屏东救援 而除了妇幼保护之外 汇报中还表扬了16名银行级超商阻诈小天使 市长侯友宜表示 非常感谢第一线金融人员的警觉 与警方合作才能够及时阻止诈骗案发生 所以很多的诈骗案件隐私的问题很多 那这些诈骗案件要谢谢我们第一线的金融机构的办案 能够换取了安全保护案件 随时从法治警察的情况来批诈骗案 让被害人身处的供奖到对地 另外针对跟踪骚扰防治法已经立法通过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与在场的警察同仁共同宣示 展现新北市首富护佑的强大决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